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都請來 Harry 和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Harry 你好 提到大家關於證股問題 歡迎打來二八零四六五六六 或者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Harry 這節都是回答電郵問題 有分行同事代言隨後悔想問 內地有傳中央有意降低內銀的撥臂覆蓋率下限要求 影響內銀股中長線的風險 投資者是否應該趁最近股市都有回穩的跡象 應該逐步減持內銀股呢 如果你看這個撥臂覆蓋率 大家要看一看究竟減低它的百分比 是一個叫做增加風險還是減低風險的看法 是很量體的 現在市傳說本身 就是原本內銀的撥臂覆蓋率的requirement 就是由150%可能會落到120% 甚至有些行是在寫100% 我覺得120%的機會大一點 對於以往其實我們看這個撥臂覆蓋率 主要都說是用來預備一些壞賬 究竟會不會說接下來壞賬上升 又或者壞賬的數字來講 就用撥臂去蓋過它 令到本身內銀的風險承受上面 是有一個妥善的安排 但問題是這個 是否越高就等於越好呢 如果你用百分比上面 又或者是風險平衡上面 就一定是的 但內銀本身以往 其實你如果以撥臂覆蓋率來說 很多間試過測至200%以上 但當時當時本身經濟運行得不錯 其實中國經濟以往做得不錯的時候 其實對於內銀來說 很多間都儲存了很多彈藥在那裡 如果你說用中央在銀監的層面上來講 現在看到內銀面對著經濟限制壓力比較大一點 他們所承受的不能貸款都自不然一樣會比較多些 如果你說將以往積谷房機的看法 以往賺了很多錢 現在就叫做撥下來 看到內銀的盈利好像不太行 撥下去120% 你用這樣的角度去看 其實這個減低對於風險上來說 就不是太大影響 我都覺得他們本身很多的外懷賬 又或者所見到的貸款 其實很多都是政府包底的 所以風險上來講 未至於我認為市場上看得那麼差 所以內銀股來說 我覺得看得比較中性一點 這次其實如果你說看回撥比覆蓋率 如果落到120% 其實對於他們未來的那份業績 就不會有離好的因素在那裡 所以這次撥比覆蓋率一落去的時候 投資者就不需要看得太緊張 又或者趁著這順就馬上放了它 因為對於盈利的影響上 未必說真的那麼害 是一個那麼差的消息 還有牌式那邊是否都可以維持 因為它的撥比覆蓋率可以下調 按照道理就是 但問題是這個撥比覆蓋率減到82% 是何時實限的 究竟是未來的業績期之前已經會說 還是業績期之後 如果是業績期之後 你說六月的 其實這次都可能會出派息 所以現在市場官網的形態 就比較居多一點 好 到要看實施的時間 另外想問回 如果這個消息對於內銀股是一個比較正面 選擇內銀哪一種好呢 都看回內銀今天 公行那邊有消息 西班牙那邊的搜查公行分行 拘捕了五個人 以為是洗黑錢 似乎對公行的股價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你看 受到這個撥比覆蓋率下調的話 你會選哪一種呢 如果撥比覆蓋率叫做一個下降的話 其實你變相是叫做放貸的力量會多了 因為你不用那麼多錢去撥比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選擇四大內銀 如果他真的去做的話 而就看看他本身 接下來是否真的要做 這個就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 今天公行那件事件 我覺得是比較過備一點的 對於股價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 你見農行穿了桂桶底 他的股價都不太動 所以其實這些消息來說 未必真的這麼有影響 如果你說反而今天 其實大家都打算是招行的 因為他出了業績快報的 數字就不是那麼漂亮的 我都預測 本身其實在業績期上 對於內銀來說 可能都會有少少拖累在那裡 如果你說觀眾 你不是很心急 以本身的大市來說 這麼快要平復的時候 你不如等等你才買內銀 不用等著升才去追內銀 因為始終 其實他不會特別說 跑贏大市 好 我們轉看看水貿股這個板塊 似乎現在就衝敬 兩會會出一些利好的政策 所以水貿環保股那些 近日都有個明顯轉世的情況 Harry 你看看 接下來兩會 是否真的會 嗨一嗨這些環保的議題 現在都可不可以繼續及立 雖然炒股那麼多 講一講 可能會 如果你說用一個 兩會的行程 還去炒環保水貌 基建 我想你勾了一些 其實 如果你說兩會裡面 中間 對於經濟發展的聲明上面 會不會說 講一講環保 會不會講一講基建 一定會講的 但問題是 他不會在兩會裡面 突然間跟你講一些新政策 我們接下來 會放多二萬億下去 做這些環保的一些政策 會帶動到相關的環保股 有些炒作味道 例如你見到三七一 今天二五七那些 都有些炒作味道 但問題是大家要看 如果股價殘的 就是炒上來 還是一些衝勁在那裡 如果純粹以兩會的角度 你炒到過去 令到 例如江大國際會 回到十元 我覺得這個機會 就不大了 所以暫時 大家不如看看 基本因素上面 那個看法 是否能保持高速增長 來評斷它的估值 如果你說政策面上 大家預動它會做 除非它有些 很驚天地 一鬼城的數字 不是二萬億 原來是二十萬億 走下去環保 這樣就可能有得炒 但是現在來講 預期就不是那麼大 可以短線一點去部署 這些股份 短線一點的話 你可以試過 二五七部去到 業績發佈 現在的行業都在估計 都能保持高速增長 你八元留下買 你博九元 但是不多 一元左右 你看這個形勢上面 還要轉身轉得快 因為你見到環保股 現在不是很穩陣的股份 以往其實 就算是環球市場 你買水 買電 買這些主要的公用股 其實應該挺穩陣 但是奈何 本身之前炒得太厲害 股息太高的時候 市場 其實對於他們這類別的股份 興趣又不是那麼大 我們專門看看 內地的汽車股的消息 見到今天 吉利汽車那方面 成立了新的汽車金融 公司吉志汽車金融 他們就說 中央政策推動新能源汽車發展 包括擴大銀行 對於新能源汽車的消費貸款 和降低首付比例 改變了以往內地 人買車的模式 令到入場門下降 但是過往 汽車金融服務都比較少 內地的消費者 多數都是用現金去買單 經營者比消費者更加依賴銀行貸款 如果推動新能源汽車的銷售 他們成立了一個汽車金融服務公司 相信都可以有助幫助到 你覺得這個消息 可否對於新能源汽車 做1750的前景有些幫助 十畫都沒有一片 出一輛新能源汽車給我先看 本身只有樣板 又不是一輛汽車在走 而且在搞汽車金融 很多公司都在做這些事 但問題是 對於內地來說 現在公車這件事 其實是很新的 可能是一個契機 是一個南海 可能是很多很普遍的行業 對於爆發性增長力度 可能會很厲害 但是要看回吉利 這次搞汽車金融那邊 其實是一個很初步的階段 所以其實對於業績的表現 是否真的幫助得這麼大呢 新能源汽車那邊 如果你說首付的比例 之前人行做的政策 我都益給阿迪多過吉利 看看本身 吉利什麼時候出了一輛車 現階段 他就假裝自己是新能源股份 所以他自己都說到 1718年才出第一輛車 到那時候才算 好 吉利汽車 今天股價升幅2% 做3.07 留意他1718年才推出新車 看看到時怎樣 謝謝Harry你的分析 和你做新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 好 一會一會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 謝謝你 謝謝你